大馬路口一群人擬推我撞 爆發嚴重肢體衝突 圓警在旁急著上前制止 沒想到旁邊突然 一個拳頭迅速的往女警 臉上招呼 痛的女警往後跌 打一個人你知道嗎 好啊 不會啦 你打一個人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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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就好你了 不然把我帶走嘛 我打了你一人嘛 對啊 把我帶走嘛 現在就妨礙說我你知道嗎 好啊 我知道啊 新北市五谷區14號晚間 一輛汽車駕駛正要返家 行進入口時 一輛機車從入口衝出來 差點發生碰撞 雙方下車理論 也不管馬路上車輛 來來往往 當街就爆發口角 還找來朋友助陣 不但在大馬路上互相嗆瞎 還你推我擠爆發肢體衝突 雙方在後續的紅燈 停等紅燈的時候 發生了口角糾紛 並且後續有人到場 警方擴報後 啟動快打部隊到場 只是雙方吵得激烈 一名男子搞不清楚狀況 竟然直接朝女警的眼睛揍下去 女警被打到痛得必須扶著一旁的車輛 旁邊的員警也趕緊上前攀扶 打人的男子發現 打錯人頻頻道歉 雖然感到抱歉 但已經構成妨害公務吃上官司 女警的傷勢被她打到眼睛的外側 那有一些破皮跟鬱心的傷勢 照片中可愛的女子 就是慘遭波及的流星女警 今年24歲 106年特畢業 農媒大眼 長相清秀 個性活潑外相 時常在社群網站分享生活 這次因為執勤 無辜受到波及 也讓不少網友直呼 人民保姆難為 記者前如恆 陳寅辱 新北採訪報導